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我們今天要去法國遠端工作 常見姐姐住在德國嘛 所以這不是我們第一次去歐洲 但的確是我們第一次去法國 本來我也在想要不要去巴黎 這類比較經典的景點 所有我住在歐洲的朋友啊 從歐洲來的同事 都說法國最好玩的是在南法 不過現在的時間是4月底 聽說法國的罷工遊行還是蠻嚴重的 巴黎的街頭全部都是垃圾 有些人甚至會把垃圾直接往窗戶外面丟 因為根本沒有地方到 本來有在想我們這一趟是可以一邊上班一邊度假 會不會最後變得跟印度一樣 是一個有點traumatized的旅行 感覺超激烈的 不過難得去一趟歐洲 本來是有想說要不要就請假好好玩 不過因為今天已經回趟台灣 真的沒有那麼多假了 好在我們公司呢 每個人都有60天的遠端工作而度 包含可以去法國 那我的老闆完全都是同意的 他覺得沒有問題 他還問我說你怎麼弄的 我下次也要copy exactly 而且因為機場櫃台還沒有開 所以我們也不能夠去貴賓室 現在就是在機場大廳這邊 簡單吃個午飯 大概要三個半小時的時候 大廳櫃台才會開吧 用點數換商務艙的確是蠻開心的 但有的時候真的得用時間換金錢 如果下次你知道我們排海關就要一小時 然後還要在機場大廳等三個小時 你還會這樣換嗎 我覺得可能就不會 感覺現在時間成本真的不太紅啊 我香檳蠻好喝的 覺得滿足的 早餐就只有貝果跟可麗餅 基本基本的會躺下來睡覺就好 是滿意的 好我覺得我懂為什麼這個位置不受歡迎 因為當經濟艙旅客開始登機的時候 他們一直經過你旁邊 就會一直看著你在這邊喝香檳 我知道大家都很想喝 但是可以不要一直盯著我看吧 這個過夜包的造型十分的華麗 裡面是非常基本的乳液唇膏 牙刷還有襪子 這家過夜包子已經多到要滿出來了 這樣大家一直經過 真的是有點尷尬 以飛機上的甜點來說算是蠻有誠意的 還有馬卡羅 葡萄蛋糕也好吃 歐洲人做甜點真的是比美國人搶太多了 吃完這個真的就差不多要睡了 好 經過了一天一夜 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了 轉機兩次 招累 但不得不說KOM真的是不錯耶 讓我對歐洲航空公司改觀 它的餐具都超精緻 作為餐具控制會滿足 胡椒跟鹽的小罐子也超可愛 是荷蘭傳統的小木鞋 商務上的旅客還會送你一個陶瓷的小房子 本來我以為那只是裝飾 其實裡面裝的是琴酒 還有它自己的APP 你可以收集 總共有100多個 那我們到了第一個城市叫Toulouse 是法國的粉紅之城 剛才一路開過來的確超漂亮 而且沒有什麼垃圾 不過因為我們要工作嘛 所以找的是Airbnb空間比較大 走夠難找 那我們就是一個闖關遊戲 然後要說什麼找到車庫門之後 再找旁邊的門 然後再找信箱 然後再找Call Yard的門 光為了找BMB在哪就花了半個小時 不過真的很不錯耶 空間很大很漂亮 我覺得法國人都滿用心佈置家裡的 所以我們是有打算可以在這邊辦公 如果想要分開一點的話 這邊也有霸台型的 自己的辦公室耶 這也太陰暗了吧 剛剛那樣的房間有兩間 所以其實還滿夠的 而且浴室也很漂亮 還有護洗衣機 而且你看它有提供地圖耶 真的很用心 在個晚上大概是150美元左右 不過因為TULU不算是很觀光的盛 所以價錢比較便宜是理所當然 阿早安 我們睡太晚了 早上起來我們把電腦設好 這樣晚上回來才可以工作 想要去吃早餐了 這邊雖然說是老街區 不過其實是很熱鬧的逛街的地方 好多在美國就會逛的店 因為房子都很老 所以每一家店的下面都會有像這樣的一個 不知道幾百年的地下室 上面那個綠色是真的青苔嗎 看起來很準耶 剛剛那早餐超好吃的耶 應該是我人生中吃過的好吃沙拉前餐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在法國吃飯真的是會吃很久 我們就這樣簡單喝個茶 就吃了一個多小時 但我發現這個城市的口味很亞洲 有非常多的日本小酒館 雖然都是法國人開的 而且還有非常多的珍奶店 看起來是覺得到位了 我也是這麼覺得 我想放棄了 不太想喝 感覺上跟美國珍奶店長得很像 又是Bubble Tea 這家好像比較順眼 至少不是粉紅色或是紫色 Gay裡面很漂亮 連衣服都非常的Bubble 果然還是紫色跟粉紅色 可是現在好像很多genery就是喜歡這種路線 就是年輕人就是喜歡這種 顏色很大膽鮮豔 我們可能比所有的客人年齡層高了20歲 我對於珍奶沒有任何奶茶的option 這件事情有點意外 發生了什麼事啊 它吐了嗎 不是它不是Bubble 它是膠腦 咬下去爆出了強烈的藍莓人工香精味 後來之後覺得壽命減少5歲 果然不要隨便相信歐洲人的Bubble Tea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超難喝 這裡呢 就是據說Tulus的人 最喜歡下班之餘 來閒晃的圓環 為什麼禮拜一的中午還可以有這麼多人啊 法國人是不是真的都不用上班 這大概就是你所有訂不到餐廳的服務生們 現在都在這裡了 哦 真的 我查了餐廳 10家裡面有3家週休3日 必須要說我有文化衝擊 它這個居然還是舊的You are here 系列耶 比較好看的系列 比較好看的系列 是不是因為法國人審美觀沒有辦法接受新的那個系列太難看 這個法國的也很好看耶 真的 跟著買了一個 有點意外的是在法國買星巴克的杯杯居然是送飲料的 但因為我們不能夠把它裝在馬克杯裡面帶走 還是得用不環保的杯子 我覺得有點Ironic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來的 應該算是羅馬式的教堂吧 世界上僅存的羅馬式教堂裡面最大的 不只是法國最大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 它不是大家刻板印象裡面那種很多彩繪玻璃窗的教堂 實際上它所有的窗戶都是透明的 白色的石頭 然後很挑高的感覺 還是讓人家覺得很漂亮的裝飲 這家店真的超受歡迎的耶 本來想要做的時代應該是沒位子 我們B&B走路只要30秒 我們買回去吃就好了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不敢出來獨自旅行 都是擔心語言不通 但我個人是沒有什麼這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比手畫腳還是可以達到90%的意思 信用卡掏出來就知道你要結帳了 其實你什麼話也不用說嘛 白鹿色 這好吃嗎 比綠色的嫩一點需要蔬菜 看起來像手榴彈一樣 真的很漂亮耶 真的超美 很有法國的感覺 歐洲街區雖然老路也小小的 可是我覺得他們適容可以很漂亮 就是因為大家都願意走路 台灣的市區規劃真的就是比較偏 汽車友善 然後所有人好像車沒有直接停到店門口 都不願意 好吃啦 但不懂有名在哪 有一種無異異的熱量的感覺 與其說在吃蛋糕 不說在吃醬 我覺得是我們比較喜歡精緻一點的甜點 就是一口裡面有很多層次的 可是這一家的路線是比較樸實 就像是家裡面媽媽會做的那個口味 用料吃得出來是好的 但這三個只要13歐 目前我們感受到的物價來講 的確算是便宜的 唐建人的話呢 是5點就要準備上工了 我的話是6點 會對應到梅西時間的8點跟9點這樣 所以我們要來收拾一下 準備上班囉 今天做到一半 本來想說要來炒個青菜吃一吃 結果完全沒有瓦斯 Airbnb的屋主說 是因為這附近剛好在做瓦斯的construction 叫我們自己想辦法 瓦斯公司有在我們門口留下一張全法文的說明書 叫我們跟著這個說明就可以把瓦斯打開 打電話給Airbnb的房東 他回說 我不會說英文 我們可以用message的嗎 因為Airbnb的app會幫你自動翻譯 他一直就說呢 你就等瓦斯回來吧 我真的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一般B&B如果沒有瓦斯的話是可以出租的嘛 在美國的話應該就不會允許出租啦 在法國這樣是正常的嗎 我剛剛在朋友的間一家去找鄰居 幸好樓上住了一個老先生 英文非常的好 然後他找到了瓦斯管線的地方 他說I have the same problem 其實那個瓦斯的開關是在building裡的 只是很難找在樓梯間裡面 然後他幫我們打開了 讓我們來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了 Yeah 我又洗了水走了 哇法國人人好好喔 我好感動喔 英文好幾人超好的法國人 我都快要哭了 我的媽呀 比房東人好一百倍 房東只會說I can't speak English 住B&B有廚房的好處呢 就是可以燙一些青菜 不然旅行的時候真的覺得蔬菜吃太少 不過他這個白蘆筍有點苦 而且我們也沒有油 也沒有任何醬料 所以最後我倒了一點原味優格下去調味 不然實在是太苦了 意外還不錯耶 超苦啊 可是因為他優格不是很酸 所以其實還蠻搭的 有一點酸酸的奶醬的感覺吧 哈囉大家早啊 今天我們要去吃米其林 來歐洲當然是要吃米其林嘛 世界知名 不過坦白說米其林算是 蠻有爭議的一個平等 首先是因為他真的太知名了 所以有點壟斷的嫌疑 再來是因為他地獄性很強 以美國來說除了幾個很大的城市之外 所有的小鄉鎮 都是不可能由米其林評委去的 所以也不可能有米其林新等 不過呢 歐洲畢竟是米其林的發源地 所以如果來歐洲還是很推薦去一下米其林餐廳的 而且所有人都說去越鄉下的越好 因為你就想啊 一個餐廳如果在偏僻的地方還可以得到米其林 那一定代表他本身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們這一趟其實訂了三個 今天呢因為行程的關係 所以先去一個市區內的米其林二星 那再看看好不好吃吧 到了就是這一家 這家裡面是個像是地窖一樣 光線應該會蠻差的 跟著其他法國人一起在這邊等 不到12點是不開門的呢 哇我還真的連這些是什麼都看不出來 當然哪個部分是食物 哪個部分是白石 太複雜了 曉得我困惑 這個他說是各種番薯過程的絲之類的 中間那個濕潤的那個口感還不錯 它是煙燻的 然後加上一些肉醬 但是上面有脆脆的番薯片 所以真的蠻好吃的 就是由中國的臘肉做成的花朵 哇蠻清爽的 不是臘肉啊 是蘿蔔之類的 就是洋芋片類的東西 蠻難吃的 和粄豆的蝦餅比較好吃 我覺得現在很多這種高級餐廳 可能都為了求新奇 都會加一點亞洲元素 對於外國人來講很新奇 但是對於亞洲的味蕾來說 有的時候就不見得是件好事 據說是棉花糖類的物體 雖然就是棉花糖 只是很會搞行銷而已 上面放了個果醬的棉花糖 是好吃的啦 是好吃的棉花糖 但就是棉花糖 本來是覺得好像沒有包在一起的一樣 也確實蠻好吃的 但用水沒有特別驚豔 也是沒有 就是威林頓的味道 蠻基本的 本來擔心吃法國料理會吃不飽 快撐死了 而且他說這個Dessert還只是第一回合 等一下還有第二次 有點難弄開對不對 因為它另是一整片的蘋果 可能說口感特別的蘋果 但是味道上就還好 吃個午飯就花了三個小時 對沒辦法 一切都是自找的啦 選這樣啦 想說要買一個禮物 給昨天幫我開瓦斯的老先生 這個其實是這邊非常有名的圖產 它是紫羅蘭做成的糖果 這邊其實食用紫羅蘭的歷史 算蠻悠久的吧 通常都在做小吃 回小吃 吃 回大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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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